可罗姨在你心里怎么样啊? 就朋友呗 《要久久爱》这部剧自从开拍的时候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杨子家范城城这对组合最不缺的就是流量和热度 没有狗血爱情的戏码 有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 这部剧从年少的时候开始讲起 将一群人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看到了最为真挚的情意 然而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跳出俗套的剧情 竟然一开播就收获差评无数 空有一番热度但却失了口碑 《要久久爱》这部剧完全是让观众们大失所望 尴尬的演技 离谱的剧情设定全都踩在了观众们的雷点上 没想到期待已久的温情剧竟然能全面大翻车 范城城的演技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假装爱你的样子 真的不要太明显 爱与不爱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范城城和杨子的对手戏里 观众们根本感觉不到眼神里流露着的爱意 表演的痕迹早就大过于情感的表达 蒋义对黄英子的爱表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处 但是范城城根本就没有演出蒋义的爱意 反倒是有几分厌恶在里头 多年后 蒋义偶遇黄英子的时候 原本应该是惊喜的感觉 可在范城城的演艺下让观众们看到了满眼的不耐烦 总是斜着眼睛看向黄英子 就像是看一个陌生人一般 而杨子则是一脸的遗憾和后悔 眼泪更是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言语坚满是对这份感情的不舍 范城城根本就没有接住杨子的情绪 两个人各演各的 一个是满眼的深情 一个则是像极了玩弄感情的渣男脸上全是不明所以的笑意 在关超结婚时蒋义因为一些原因无法到场 可是在面对黄英子的期待时 蒋义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范城城确实演出了无法开口的感觉 但范城城像极了张不开嘴的病人一般 根本就没有矛盾和纠结的感觉 只见范城城低着头又马上抬起头 眼球更是跟着脑袋左右摇摆 犹豫再三才说出了去不了这句话 看范城城这表现 观众们还以为范城城是昨天睡得落枕了 在活动肩膀 蒋义盼望已久的妈妈终于回来的时候 原本应该是欣喜若狂的表情 可范城城却是一脸的平静 就好像与她无关的人回来一样 而在得知妈妈马上就要离开时 蒋义一个人郁闷地将自己锁在房间里 呆呆地一个人看着前方 原本应该是伤心和失望的情绪 可在范城城毫无内容的眼神下 像极了盲人的记事感 妈妈敲门告别的时候 蒋义依然是不为所动 就连纠结的情绪都没有 直到妈妈离开之后 蒋义仍然保持着之前的姿势一动不动 真不知道这是在演戏 还是在玩谁是木头人的游戏 早知道范城城保持着一个姿势 还不如直接放个人行力排来的的劲 看到平时女汉子的黄影子穿上公主裙后 蒋义震惊的表情 真的比见鬼了还要难看 范城城只会瞪着眼睛 看眼神里却是一点惊艳的感觉都没有 范城城在表演的时候时不时地加一些瞪眼挑眉的小动作 显得蒋义整个人跟个地痞流氓一样 如果范城城不是主角的话说 他是别有用心的坏人 都有人相信 就连男主角的形象都没有立住 更别提观众们能看得心上去 范城城和杨子之间根本就没有CP感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全靠导演一手签 但就算是《工业唐经》也拯救不了两个人不再统一频道的尴尬 而该剧在后期画面的剪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剧情来回跳跃导致观众们根本无法沉浸在剧中 对于观众们来说 故事的完整才是整部剧集是否好看的关键 但剧组在后期的剪辑上真的是做到了一把好牌打了个稀碎 《要久久爱》这部剧分为校园时代的回忆和现实生活两个部分 原本剧组可以重规重矩地讲述两个部分的内容 中间做好一个完整的过渡即可 然而剧组却不愿意按部就班地进行展现 非要将回忆和现实两部分进行穿插演绎 这种看似高级的差距方式 只会让观众们的精力无法集中起来融入到故事中去 原本观众们还沉浸在现实生活的发展中 可突然间镜头一转就到了校园时期 观众们刚刚入戏的心情瞬间就被打断 后续的剧情根本就无法重新沉浸 这对于观众们的体验感来说完全就是伤及根本的做法 而且回忆和现实的滤镜完全不同 观众们在观感上感受到严重的不协调甚至是割裂感 反复横跳的剧情让整个故事缺乏连贯性 表面上增加了节奏的快感 但实际上却是无法达到观众们期望的效果 不仅如此 后期在滤镜的选择上更是一件磨皮开到底 连演员最基本的脸部轮廓都难以辨别 更不提能看到演员细微的演技变化 回忆本身就是对人物形象的补充 让观众们加深对人物的了解丰富整体的性格特点 建议后期在剪辑上花点心思 突如其来生硬的转折只会影响整部剧的观感 对于回忆的镜头做个适当的处理 让整个故事看起来更加的流畅自然 剧组后期整个故事剪了个稀碎不说 还有大面积的广告植入 恨不得直接将金主爸爸的logo打在大屏幕上 就像是在广告里面穿插了故事一般 让观众们看得根本无法直视 要久久爱这部剧 完全就是沦为了金主爸爸宣传的广告片 无处不在的广告 让观众们看得头皮发麻 管他广告是否符合剧情 先植入进来再说 黄英子不止一次地和朋友们提出去吃麦当当的想法 这要打广告真的是豪横 也就稍微意思一下地改了个名字 三个姑娘去吃汉堡薯条的画面 足足拍摄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各种新品的特写镜头应接不暇 生怕观众们不知道广告商投资了不少资金 本来是年代感满满的回忆镜头 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广告瞬间打回原形 而杨子这难以直视的吃香 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满满一圈的巧克力让人看得毫无胃口 蒋义只要参加同学聚餐 一定会出现七席饮料 这两个字都比蒋义的脸来得更加高清 看得出来后期是根据某喜的标签来进行的剪辑 而方明宇从冰箱里拿出饮料给朋友们的时候 还要可以强调这是某喜品牌 给饮料就给还要刻意地进行强调 金主爸爸却是钱给得够够的 演员们不打广告都说不过去 就连吃个方便面都能近距离地打个广告 杨子端着一碗泡面吃得津津有味 镜头就差对着泡好的方便面来一个大特写 而屏幕下方也是恰合时宜地出现了相应的广告词 观众们还以为是突然间进了一段广告 除了这些过于强硬的广告植入以外 还有一些没有光明正大说出名字的品牌 在镜头上大肆地展示着品牌的logo 主角团们兴致高涨的聚会 手里拿着的正是某牌的酒 就连演员们喝醉了 倒在沙发上都能看到酒平摆的 就和广告一样有造型感 这一看就是特意经过设计后的效果 杨子在喝完酒之后 还特意将有logo的一面直接展现在镜头面前 生怕观众们不知道这个酒到底是什么品牌 刻意摆拍的痕迹简直不要太明显 就连黄影子日常背着的书包都是广告方的植入 只要书包出现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品牌的特写镜头 生怕观众们get不到同款一样 说是带货直播都不为过 外婆的馄饨店里都有关于酱油的硬广植入 一群人站起来聊天的时候 酱油的瓶子依然明晃晃地在镜头中 如此刺眼的一抹洪水也做不到忽略 不仅如此 剧中的自行车 轮滑鞋 薯片等等都是见缝插针的广告 仅仅刚刚开播就有不亚于实处的广告 可见后续的剧情中还会出现多少投资方 这些广告植入 根本不考虑剧情的发展是否吻合 只要有镜头的空隙都能被金主所占据 整个剧集完全沦为各大广告的剧集地 虽然要久久爱 这部剧有着极高的热度 但剧集本身的质量 根本配不上如此大的流量 该剧集和其他的偶像流量剧 没有任何的区别 说白了 该剧就是空有一番流量 实则内容和花瓶无异 根本经不起细节上的推敲 演员们就像是对待工作一样 并没有与角色产生一定的共鸣感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 光靠演员本身的流量 是万万不可的 故事的精彩性 以及演员自身的演技 才是影响剧集口碑的重点 很显然 要久久爱这部剧 根本就没有注重这两方面 故事剪辑的一塌糊涂不说 就连演员的演技 都无法感染到观众 最无语的是 只要金主爸爸开口广告 就无处不在 可见该剧在质量方面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目前要久久爱 仅仅是刚刚开播 就看后续的剧情 能否打动观众们的心 希望该剧 不要让观众们的期望落空 对于要久久爱这部剧 你有什么看法呢 然后再看看